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生活百分百的健康节目 我是董威 今天我们给观众朋友介绍的这种疾病 很多观众朋友不是很熟悉 但是发病率近年来又不断的呈上升趋势 叫做多囊卵巢综合症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济善中医诊所的范医师 关于范医师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 范医师是中医的博士 有40多年的临床经验 范医师 欢迎您 主持人 董威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范医师是以不孕症和妇科病来建肠 那我们先问一下范医师 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好像是不是挺猛门的 这个病啊古代上很少 没有记载 现在医学呢又病因不清楚 对它束手无策 那中医呢是个体医学 辩证医学 我们呢就是临床上把这样病人 有百分之 我十个病人也不愿症 大部分就有三四个是这个原因 你等一下就是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 占不孕不育症的患者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哇那比例还蛮高的 它就是说懒炮 幼稚的懒炮上面长个壳 就戴个帽子 我们都知道卵巢 妇女有两个卵巢左右各一个 它就是每个月都有一个卵巢 排卵 排一个到几个 这是正常的 剩下的没成熟的卵呢 就在生长发育 下个月会以后再排 就是我们看小鸡蛋巢子 人和那个是一个道理 但是她这幼稚没发育成熟的懒炮呢 上面长了一个壳 这样的懒炮就不能生长发育 它受它的压力 你看 这是懒炮 这长了一个壳 包着它 它就没办法再发展 就正常的是没有壳 正常没有壳 然后得了这种疾病的女性朋友 它是有一个壳 在制约着这个卵的正常的 健康的发育 所以它就没有成熟的卵排出来 每个月 对吗 所以就导致可能避精 然后也导致不孕不孕 对吗 OK 那这种病啊 范医师 是表现 就是表现上有什么样的特征 特征啊 第一个 女性长胡子 长体毛 长鼻毛 甚至于不来月经 不排卵 不孕症 这是 另外一个呢 有的人呢 还长猴姐 那不是跟男的一样了吗 就第二性症啊 消退 乳房逐渐逐渐变小 最后呢 胸很平 这个 茶雪呢 它就是男性荷尔蒙呢 高 就是 雄技术 高 高于女性荷尔蒙 就是 雌技术变低了 那自动变性了吗 难道说 我们临床上有这么一个孩子 他九岁就来月经了 妈妈呢就想 哎呀这孩子来月经了 得给他剥点铁 都知道 菠菜里有铁 对 然后呢就每天带便当上学 上初中 然后呢就给他带便当 都加一坨菠菜 把菠菜烫熟了 放在便当盒里 这小孩吃下来几年 这是他妈妈讲的 他就月经反倒不来了 到14岁他就必经了 必经了到西医去看 西医呢就给他用 一开始用黄体铜 测退出血 吃就来血 不吃就不来血 后来又改用避孕药 这样用了几年下来吧 他呢不但不来月经了 这孩子呢变性了 哎呦 变性了 最主要的呢 他在学校吧 对同学女同学 去抓人胸脯什么的 有袭击心象 你说他有袭击女学生的 这个心象 最严重的 他爸爸妈妈到我这来都哭啊 你说爸爸那么大一个男生 妈妈都40多岁啊 就这么一个 宝贝女儿 一个宝贝女儿 独生女儿 他妈妈这时候 犯医生你能不能劝劝他 不要要同性恋 他有个女伴 一开始他们是好朋友 后来就成了这个关系了 那他就把自己当男孩了 他就是变性了 你看他长猴姐了 心里也变了 身体也变了 哎呀他长得高高大大的啊 然后那个腿上都是毛啊 哎呦 这块长了一个小包 猴姐 猴姐啊 我看他胸脯啊 他也扁扁的呢 虎背熊腰吗 有了 有了有了 然后这个孩子吧 就是给他妈妈压力非常之大 对啊 我们对他进行了全面的 望闻闻窃啊 刺诊和三啊 然后呢 根据八缸啊 表里寒热西石这个方法 忠义的方法 嗯 然后我让他去做超声波 看看他懒槽究竟是什么原因 把他化验单都拿来看 结果一看 结果一看他是多闹懒槽 他自己也知道 他以前也做过 哦也知道 然后这个样的话呢 我们就对他进行个体分析 辨证次质 给他治疗 治疗了两个月 来月经了 哦现在好了 那方医生 这个多闹懒肠 他那个发病的年龄 有没有说法呀 年龄啊 从这个青春期嘛 一直到来月经 二十六七岁 研究生阶段也挺多 这个大学生里也有 还有呢 就育龄妇女 就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 也比较多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吗 我觉得那个小朋友 不会是因为吃菠菜 就导致了多闹懒肠吧 对吧 这个倒是 原因呢 这个是很复杂 这是个大课题 是个大课题 首先呢 它和现在人 对饮食结构的改变 吃肉食呢 都成了主要的饮食内容了 然后呢 就是这个转基因的酥果 酥菜啊 水果啊 还有骨类啊 你看我们买的白菜 一棵白菜挺好的 它的叶子之间又有些小白菜 这些东西吧 都间接的堆积在人体内 像农药啊 化肥啊 还有那个家禽的 饲料里的抗生素 剂素 瘦肉素 都日积月累的堆在体内 它好像就形成了一种 使这个人体啊 这个成分发生了改变呢 那刚才范医生 您跟我们介绍说 多囊卵巢 它的起因可能跟饮食有关系 那有没有跟其他的方面还有关系呢 有啊 我们现在 范医生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 生活百分百的健康节目 我是董威 我们今天请到的医师呢 是济善中医诊所的范医师 那刚才范医师给我们介绍说 多囊卵巢 综合症 它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您刚才讲的 跟饮食有关系 那除了饮食之外 范医师 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比如说这个 现在人的压力 我们临床有这样的病例 就是和暴怒 暴怒就停经 停经以后呢 就变成多囊卵巢了 这个综合症了 您是说人生气的话 暴怒的话也会 最后导致多囊卵巢吗 对 情绪 情绪的就是起伏很大 对 真的 我像这个例子 临床上有的小女孩吧 她过早的搞得像 家长呢 就是怕孩子影响学业 就说呢 劝她 劝她就吵架了 吵架以后呢 这孩子暴怒了 来越境第二天 后来就一下停经了 停经了几个月 半年到一年 越境不准 逐渐逐渐不来越境了 那我们对这孩子进行血 血化验和超声波 就要求上去检查 发现她也是多囊卵巢必经 哦 就是暴怒以后火气太大了 也会导致多囊卵巢 综合症的复杀 还有一个去银行的一个警理 他和上司发生了冲突 他也是来越境的第一天吧 结果呢 他越境就中止了 他后来就越境不调 逐渐越境周期变长 必经 多大年龄 42岁 42岁 还没生小孩 那他现在呢 不排卵 我们通过基础体温单向 确定他不排卵以后呢 我们就给他进行治疗 效果不明显 后来就让他去做超声波 做奥求善 结果一发现多囊卵巢 哦 也是多囊卵巢 所以您刚才讲的 就是说 太火爆的脾气 有可能导致多囊卵巢 还有一个 就是脾肾阳屈形 这是第二种 您是说的另外一种 对 脾肾阳屈形吧 就是这个病人平时怕冷 他手脚心冰凉 小虎虎也冷 这样的人吧 他往往呢 就容易公寒嘛 公寒不怀孕 他来看不孕症 那我们发现他吧 月经呢 不对 月经稀少 这个35岁以后 尤其 月经量减少 而且呢 来月经属于腹痛 喜欢热乎一点 就痛剑 就是消耗好一点 这样的病人 我们对他也进行超声波检查 一查 他也是 多囊卵巢 这怕冷的人 有可能这样吗 就差不多不验证里的吧 现在我发现 不排卵的 10个有3个到4个 是这种病人 占30%到40% 那您说这个怕冷 手脚冰凉 他到什么程度啊 到什么程度 病人自己都知道 你像昨天 我有个病人 昨天90多度 室外温度 很热了 很热 人们都穿很薄的衣服 可是他来看病呢 穿个很厚的 滑雪时候穿的 那个球衣 我就问他 我说你 哎呀 这么热 天怎么穿这么厚 他说我冷啊 他要垫褥子 还要烤神灯 我说你还冷吗 我说现在这么热了 垫褥子这么热 他也不出汗 他是属于脾肾阳虚型的 这也太虚了 这个就是说 他这人体脂不一样啊 体脂不一样 他也是一个多囊乱槽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型 就是肾 这个肾呢 它主生殖 主抛弓 肾呢 您刚才说 主抛弓 主生殖 主死弓 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什么意思 对 我们中医理论吧 肾主骨生随脑 是随海 液晶的产生呢 和丘脑啊 垂体啊 和卵巢 还有子宫 排除液晶啊 都有直接关系 这肾要是一虚了 人比如说思虑过度啊 思虑过度上癖了吧 然后呢 比如说人用脑过度 我们都知道考试以后人会很累很困 是不是 这都是上肾了 甚至于我们熬夜写功课写文章啊会头疼 这都是和肾有关系 天黑了人就应该休息啊 养心虚蕊了 可是现在的大学生们啊 他们都忙到三四点钟 就把子时丑时呢都工作了 混乱了 那个时候吧 地球呢是朝下嘛 晚上深夜了 夜深人静了 精力容易集中 孩子们都在写作业 工程师们都在做白天没做完的事情 是 不知道这个时候呢 整个地球啊 和大自然呢 他们的磁场都发生改变了 应该休息的时候 你不休息 你应该起床的时候 早晨六七点钟 室外的负离子都很高嘛 你呢又在蒙头大睡 这样违背了自然规律 违背了天人合一 这也是一种社会造成的变异的现象 您说刚才讲的这一些 比如说生活作息时间比较 天人合一 对颠倒不是太吻合 然后工作压力过大 工作时间过长 用脑过度 这都有可能导致多脑晚长 是的 我们就是说发现 妇女不来夜景不排卵 妇女不来夜景不排卵 最后导致不孕症 导致那个分泌物减少 这样的话吧 都是多脑暖潮的主要原因 那您说这个多脑暖潮 过去是没有的对吗 这个古代书上 可没有这个话 古代书上没有记载 因为古代的人 那妇女相夫教子主内 男子主外 那个时候吧 就是妇女都很温柔 现在这妇女都很刚烈性格 对 那您说就是刚才您讲的那几个类型 那对于这个不同类型的人 您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治疗呢 我们中医有一个治疗原则 它就是说寒者热之 如果热是属于脾肾阳区的吧 我们就选择温热补血 那具体的呢 具体的您说干瘀的压力大的 那我们就给它酥干 给它健脾 用药物来治疗吗 用药物治疗 我们都辩证私质的 你比如说肾区的人 主要表现肾阳区 肾阳区 这往往得多囊卵巢综合症的人 它是四个型同时有 但是它一定有一个主要的型 这个就是人的基本的 它是属于哪一类型的 我们就针对那个类型来治 然后用那个君臣左使的方法 我们治疗其他携带的病因 那火气比较大 刚才我们举那两个例子 例子暴怒的 这样的人 您用中药怎么来治理 他精神上的脾气 这样的东西呢 这个吧 你要跟病人讲清楚 站在他的立场上 完全为他着想 告诉他这个情绪呢 女子以血为先天 这不是他本来的他 这是他的情绪 是外淫造成的 首先呢 要宽容别人 就是说 在那个整个社会环境里 周边关系 要把心放得大一点 你的事情呢 要想想对方能不能接受得了 对方为什么要这样 往往人暴怒的时候 都和月经有关系 月经浅 月经妻 丈夫女容易发脾气 就是这属于生理阶段 开导他 从心理上开导他 对 您还做心理治疗师 然后呢 用药方面很简单 我们就是说 给他酥干 健干之病当先食品 肝病很容易磕皮土 就是说 我们用那个 选择逍遥汤 加减 另外用月居丸 加减 我们还用了 一贯间 滋补干肾 这样的 就是 扶症去血 好 观众朋友 刚才范医生 跟我们侃侃而谈 介绍了这个多囊卵巢 它的几种不同的类型 什么样的人容易得这样的病 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得这个病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请范医师 给我们出点 好的建议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预防 多囊卵巢的发生 好 广告之后见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 生活百分百 我是董威 我们今天请范医生来 跟我们谈论的话题是 多囊卵巢综合症 刚才范医师 您给我们大家介绍 就有几种人容易得这种病 比如说火气比较大 比较容易发脾气的 第二种就是 特别怕冷 对吧 大冬大夏天 还穿特别厚的人 手脚冰凉 第三种呢 您刚才也讲 就是工作太累了 工作或者生活太累了 那还有没有其他类型 还有 还有就是谈食型的 谈食型就是胖子 肥胖子 肥胖人 肥胖人吧 他那个体内谈食比较多 他就是进的多 出的少 就是多余的营养的都堆在体内了 他就肥胖了嘛 这样的人也容易得这种 不排卵 不排卵 多拿卵槽 不孕症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话题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很关心 我们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 怎么来预防这种病啊 比如说我们从饮食开始谈 您刚才也讲过说 这其实跟我们的吃的食物有很大关系 那您说我们平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内容 就是吃的东西 首先吃东西 我说说病 这个病是三分病 七分精神 首先你最主要的人生病的原因 就是情绪 尤其我们妇女 还有月经这个生理过程 所以说三分病七分精神 就是七分精神三分病 那三分病里头 我们怎么 这个三分病吧 有不可抗拒的 你比如说像遗传 遗传你没有选择 父母有这个病 家族有这个病 这个病还遗传吗 遗传啊 它很遗传啊 另外一个呢 和这个什么有关系呢 像跌打损伤啊 外阴 像这气候的改变 风寒暑时造火的 太厉害 就太过 或者是呢 到了该冷的时候不冷 该热的时候不热 这叫做不急气候 气温外阴的原因 我们没法抗拒 这是一方面 那我们人能做到的呢 就从这个衣食住行上要注意了 吃什么注意呢 不是一句话 注意了 如果你要是属于怕冷行的 寒者热者 脾身阳区的 如果你要好生气的 就说是自己啊 平时知道自己脾气不好 有点事呢 就好发火 这样呢 你就从心性上吧 下功夫 就是要多考虑对方 事情和饭事吧 出现矛盾了 要找自己 这个很重要啊 这比吃还重要呢 那吃东西呢 就不要吃那些个红肉太多呀 上火嘛 不要吃太辣的东西 辣椒啊 要吃平和的东西 这个如果你要是肥胖的人 不来月经了 不排卵了 又不孕症了 肥胖的人也是容易生内热 湿热嘛 手脚心热 总要喝冰水 这也不行 说到喝冰水了 我们这美国呀 胖子多 理由呢 自足餐 再一个呢 就吃完牛排呀 喝凉水 喝冰水 这都是 你想想那脂肪 又到冰 它不凝固了吗 都挂哪了 都挂在血管 挂在肠子上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呢 要注意这个 我们东方人呢 吃饭喝茶 这里很有学问的 茶它里头能帮助消化 另外呢 它能够和脂肪啊 消脂肪的作用 减肥的作用 如果也是想吃肉类的食物的话 哪些肉相对来讲要好一些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一个病人来告诉我 他说范医生 以后把你去那个Safeway 去买一种鸡 他说这种鸡呀 过水的时候没有白沫子 他说如果别的鸡呢 它呢叫有机 叫Organic 像那个店买 他说你要买别的鸡吧 你购水的时候 它有一层白沫子 那白沫子是什么呢 他们不知道 我知道 那个就是说 饲料中的那些 和抗生素 还有鸡素 还有瘦肉素 就那些东西 所以说呢我们要尽量吃有机的 其他的呢 就像吃那个小动物 像鱼啊 像鸡胸肉啊 我们都知道鸡它也打激素 让它长得快 它都一般都打在翅膀里 过去我最爱吃鸡翅膀 我听说他们农场讲 他说打药都打翅膀里 我再不买鸡翅膀了 那我从今以后也不吃鸡翅膀了 除了这个以外啊 还得看你是哪一个体型 看你是什么型 如果你要是肥胖 又是多囊卵巢 这样的话呢 你就晚饭呢 少吃淀粉 少吃淀粉 吃蔬菜 吃蛋白质 如果要是你是属于肝鱼型的 我刚才说了 就调情绪 吃容易消化的 别吃火气旺的食物 别吃太多热性的食物 如果你要是属于脾身阳虚的 你一定吃热性 你看那么冷的天 你穿个大球衣 你不能吃再喝冰水了 你不能喝冰水 不能吃那个白萝卜啊 白菜属于良性的 你像红皮的那个洋葱 菠菜 这些呢属于热性的 你要自己根据你的体质来调解 多囊卵巢啊 多囊卵巢 他这个病人呢 我们在临床上 往往都是综合型 我们治疗呢 他有一个突出的 是他的主型 针对他的主型 然后我们呢 要自己配合 我们把方法把它交给病人 针所里有那个蔬菜 哪个是热性的 哪是凉性的 哪是酸性 哪是碱性的 我们归纳了一个表 那个表呢 我们就给我们的病人用 范医生 那个我听别人讲啊 说这个羊肉 比牛肉和酥肉 好像都更好一些 这个羊啊 只吃草 这个羊 那牛也吃草啊 但是不一样 羊呢除了吃草以外 不吃其他东西 你像猪啊 它什么都吃 你说猪饲料是吗 里边就有很多 添加的东西 对对对 羊你看外头放的羊 它吃野生的草 那牛呢 牛这个 尤其是牛骨头 它现在都有风牛症嘛 因为骨头里 它神经都在骨头里嘛 所以说尽量不要 给这些人吃牛骨头 还有您刚才跟我们说 少吃红肉 多吃白肉对吗 那白肉 就是说海鲜还OK吧 这个倒是哈 海鲜如果要是说 自然深海的鱼 像我们那个血鱼什么的 那是最好了哈 最好是蒸着吃 不要加太多的调料 如果要是说红肉的话 是大动物 像猪肉啊牛肉啊 这些呢 它是羊肉 它们都是红肉 红肉里头呢 猪肉是偏阴的 猪肉啊 牛肉呢 它是偏阳性的 羊肉是首选 它呢 是助羊最好的 我建议皮身羊虚型的人 就是体寒的人 多吃羊肉 好 观众朋友 今天范医生 给我们介绍了 多囊卵巢综合症啊 它的起因 然后表现的方式 还有怎么来治疗 以及最后给我们讲的 怎么来预防 那相信观众朋友 通过范医生的讲解 可能对这个病 有了一定的认识 那如果您有什么问题 可以质讯 直接向范医生来咨询 也欢迎观众朋友 给我们的节目 提出反馈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再会 再见